若至尘松经年佛时 有时听到佛菩萨说话 给我们指示 请问这是否修行得利的现象 这个事情 任意经常有 你完全不理会 知道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叫好境界 如果你一理会 生欢喜心的 那就是魔境界 所以是佛是魔 是在你的 一念之间 你不理会的时候 真的是好境界 一理会什么呢 你看看 你本来心很清净 这一理会 你的妄想分别之之后 马上就现成 这就错了 见而不见 听而不闻 对 你看我们进途中 第一代的祖师 会员大师 会员大师当年在世 我们从他的传记上看到 他邀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般二十三个人 在庐山 在一块共修 建一个念佛堂 东宁念佛堂 每一个人上山 都发现不下山 一生 就在那里休息 以下面小西为界 不过小西 他一生当中 三次见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先前 他从来没有跟人讲过 没人知道 到他自己往生的时候 他才告诉 这些同传道合 极乐世界 先前 阿弥陀佛来迎接 而且还看到 连续 以前往生的 那些同修 跟到阿弥陀佛 一起来 迎接他 西方极乐世界 我过去曾经 见过三次 这一种 学佛 就对了 见到一点点境界 赶快跟人讲 让人家来赞叹 你功夫不错 你能见到佛 你又感应了 全破坏了 把你那点虚荣心 都引发出来了 你生烦恼 你不是生智慧 是这个 一定要懂得 在佛门里 还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 如果有境界 只可以向自己老师说 可以让老师应得 不能在外面炫耀 这规矩 真有定功的人 念老师 那为什么呢 一点都不稀奇 凡所有象 皆是虚望 尤其我们现在 能够这一生当中 看到 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当提即空 无论 是善 是物 是真 是假 是邪 是真 都不存在 你看看 那个念头 不管善念也好 佛念也好 摩念也好 都是 一千年 八十兆分之一秒 你要能够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心定了 才真正了解 《般若经》上所讲的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等 佛把这真相 全给你说出来了 只要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立刻就转翻成神 我们的功夫 为什么不能提升 就是不知道 四十兆相 这是四十兆相 是看破 真看破了 他就放下了 舍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他怎么称佛的 就是这个四十真相 他真的清楚明白 了解 这才把妄想分别之处 全放下了 没有一样是真的 然后在这个世界 游戏神通 要过什么 过佛菩萨的生活了 没有一样不好 样样不好 平等 所以经上跟我们讲 时事是好事 日日是好事 为什么呢 时间空间都不可得 没有 他怎么不好呢 有就不好了 没有啊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为什么呢 人也不存在 事也不存在 都没有 都是 那一念当中产生 一念生 一念马上就灭掉了 一念不存在 金刚经上 早就透露这个讯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米拉菩萨所透的这个讯息 金刚经上这些话 是透露了 你以为真的 不可得 aker成 不可得 女性不存在 真由 真由 就不自在了 为什么 真由你一定产生 想占有 想获得 想控制 那就不自在了 那苦就来了 所以你真的了解 你的心是清静 你的心是平等 你的心是念念 拒而不迷 敬而不然 你身体多自在 这个才是 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不是财富 不是地物 不是全世 是万云放下了 我们从俗话来讲 心跟自心相应 生跟发生相应 跟整个宇宙 和尔文医 这是佛法的书生 确实 其他宗教 没有讲到这个经济 没有讲到这个境界 感谢观看